东爪瓦省南海上塞梅鲁火山本周二再次喷发烟雾和岩浆打到19次,当地正在机构呼吁民众和杀狂工人保持安全距离。 东爪瓦省南海上塞梅鲁火山本周二再次喷发烟雾和岩浆,当地村庄装置的监督视频录下了爪瓦岛最高火山的喷发现状,此数达到19次。 据了解塞梅鲁火山自昨日开始喷发,当地正在机构防防接备处主任瓦碗表示,该火山处于接备状态,为此呼吁民众不要在火山五公里半径区从事任何活动和火山保持安全距离。 对火山喷发的热烟雾和岩浆仍要保持警惕。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